褲凱這麼有來頭的話 等一下推薦人不會是妳媽吧 如果是我媽的話 我真的一直在拜託妳 就是好好介紹她 她不會動用到妳媽吧 這太嚇人了 是我媽嗎 不是… 我可以先送CD嗎 我剛剛也忘記了 沒有…沒問題 我剛剛故意到JPN 所以我們兩個我要怎麼稱呼你 聽起來很像中藥店的某一種藥材 就叫妳什麼阿凱就好是不是 還是 他們都叫小凱 小凱是嗎 對 這個推薦人跟你熟嗎 熟 因為我剛剛踏進來演藝圈 所以很多 沒有認識很多人 然後今天是我拜託她 一定要陪我上這個通告 所以一直拜託她 她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嗎 還OK 這是出來我們會覺得說 她推薦人我們要鄭重對待的 我不知道應該會不會 不然以你新人的眼光你來看 就是今天四位推薦人 你覺得誰是最大咖的 哪一位的推薦人 應該是Andy Andy哥 對 現在看到的是Andy哥 是 我們要讓那個 你們家親戚的推薦人出場 好 歡迎他們 不會吧 不會吧 為什麼 我們問你為什麼才會 因為我跟富凱真的很好 你跟他為什麼會好 因為我們是 你也是我乾爹嗎 對 你媽真的很喜歡他 那時候還到我們攝影棚 特地要去找 要去聽他唱歌 我媽有拜託你怎麼樣嗎 沒有…我跟你媽不熟 徐媽媽真的出現在攝影棚裡面 對…要去聽他唱歌 所以是你跟瓜哥主持的那個歌唱比賽節目 對 然後他是第幾名 他是第一名 而且他過20關 是最短的速度就過20關的 第一名喔 幾乎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而且他已經會唱到 江蕙已經邀請他到那個演唱會當特別嘉賓了 你講真的嗎 這是真的 你可以問他 江蕙嘉賓你不是也當過 我也當過 他也很厲害 很難得 對啊 你今天是替你主持的那個節目來代表 呈獻給你冠軍對不對 對 蓬莫他 他真的是很會唱 他算是這個閩南以界 新的紅龍紅的介紹 可是會不會是你們節目 每一個參賽者 你都會陪他上節目推薦他 我覺得有實力的我都願意陪他 你是不是以為 我們會叫推薦人自己唱歌 我不…我不那樣認為 但是如果你們要叫我唱 我也是有準備 有嗎 沒有 其實他真的 我們等一下會辦推薦人歌唱比賽 哇 我知道 你唱得過Andy嗎 我跟他拚了 真的 小鐘先生歡迎你們 好 謝謝 謝謝 怎麼辦 能去兩個都不是音樂人 對啊 我們是音樂人好不好 出過四張唱片 不過小鐘看交情 還稍微可以捧一下許富凱 許富凱厲害 好 梁迎貞小姐的推薦人 我們歡迎他出唱 謝謝老師 包巧中先生 是… 終於來一個音樂人歌 我是音樂人嗎 看節目那兩個 是… 那兩個就會自己來玩 像我來我才覺得奇怪 我好像新人一樣 我後面壓力才大 不會啊 我們很尊重你 是… 我們剛剛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你最近是不是代言一個遊戲 對…一個網路遊戲 然後你被稱為什麼 骨灰級 骨灰級玩家 什麼意思 骨灰級就是 算是那種一級古蹟有沒有 他們就是那個很古老的 所以你玩了幾年了 這個遊戲是再版了 就是再出來 大概是在03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過 所以第一版就開始玩了 對 就在玩完 玩了後來跟那個網遊公司的 老闆非常熟 所以你會推薦梁一貞 是因為他跟你玩同一個遊戲是不是 他是被我召喚回來的老玩家 其實她是一個很宅的女孩子 在03年的時候 她就開始玩那個遊戲 她就是看到我那個廣告 才又回來玩 所以你們倆今天是要聊 玩遊戲的心情嗎 可以不要 還是聊她出專輯 其實我跟一貞應該是 緣分是滿長的 她最早最早參加一個比賽 是偶像大勝戰 那時候她就已經出現 有被注意到 只可惜當時因為評審是我弟 所以她就沒有入選 所以殷辰的其實是你弟對不對 你是比較有人性的那個嗎 對 應該可以這樣講 反正我現在人在這邊 因為我跟妳訪台下來 我還覺得 還有在跟活人聊天 是嗎 對 妳面對他就覺得是 後來第二次再遇到一貞 是幾年之後 因為那時候 她剛好是參加那個 吳宗憲的歌唱大賽 憲哥的歌唱比賽 那時候剛好我在BNG唱片 吳宗憲的歌唱大賽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參加了那個比賽 然後我請給憲哥 她是一個合唱 妳曾經簽給吳宗憲 對 那妳不就跟小鐘同門嗎 她是我師妹 對 現在還是憲哥的人嗎 現在不是 所以當時妳就有 妳知道今天那個 推薦人要歌唱比賽嗎 是嗎 我沒有收到通訊 妳覺得妳唱得過Andy嗎 康哥接受是針對我 因為她在資料裡面放話說 妳很會唱周杰倫的歌 我真的沒有耶 她們很愛出賣你 如果她唱這些比較新世代的歌手 我一定唱不過 所以妳要唱的是群星會 我沒有要唱 我只是說比喻 我沒有要唱 妳要唱什麼花落水流那些 最近聽說那個 劉大師他的兒子出片很紅 他裡面有一些 當時寫的劉文正的歌 妳要唱劉子謙的歌 不是 也姓劉 劉文正 妳要唱劉文正的歌 我沒有要唱 所以妳心中 妳心中真的有疙瘩 所以沒有疙瘩 我會說 我能夠唱的歌 大概就是那個劉大師那個年代 是模仿還是說是你自己的感覺 我沒有要唱 我是來推薦的 妳都已經開出疙瘩了 我們真的好多 為什麼讓妳唱 小鐘妳要唱什麼歌 我啊 我都可以 我唱比較新的 因為跟他們年紀有點差 差別 小鐘我覺得你不要唱 因為這個時間很短 這樣會拖時間 真的嗎 對 下一集的人已經來了 可我那個口已經拿給老師了 好… 看不上 難怪你嗎 她在旁邊會 才三公斤快活 謝謝 好 畢業都已經出場了 Logo 什麼事 我們還有我的推薦人 有 真的嗎 你就是好好訪談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好 妳有沒有看到沒有椅子了 就是沒有人要出來 這樣子嗎 對啊 所以 今天我們這幾位推薦人 真的嗎 不是 他們得 不好意思… 妳這樣嗎 妳到我的部分了嗎 什麼妳的部分 沒有妳的部分啊 我是 郭靖永遠都沒有妳的部分 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暈闖進我們的攝影棚 我原本就是笑一個 叫她合照是不是 沒有… 我是郭靖的推薦人 我沒有開玩笑 真的 妳想要害死她嗎 我沒有害死她 郭靖跟我們聊得好好 妳想要把她害死 郭靖就是靠歌唱實力走紅的 妳幹嘛跟她 沒有… 沒有… 是她說 妳看看其他幾位推薦人 妳憑什麼做推薦人 就是我剛好也順便在這邊嘛 剛好就推薦 這個很合理嘛 我也在這個區塊 妳知道郭靖今天要跟我們講 一些妳的事情 跟妳以前在節目裡 講都不一樣了 怎麼說 她說其實妳在校園 主持的時候很無聊 這是不是有一點誤解是怎麼樣 她說妳講完笑話 其實場子底下是安靜的 這個步驟我倒是沒有記得 而且她說妳介紹她的台詞是 每一場都一模一樣 她的台詞是什麼 就是說 我跟郭靖淵遠遠很深 然後就是我 我的好多的第一次 都是獻給郭靖 這個倒是真的 每一次都這樣講嗎 大概講過幾次 我們校園遇過幾次 活動遇過幾次 她就講幾次 都沒有新的台詞 沒有 我曾經也問過她說 為什麼妳都介紹我一樣 她還回嗆我說 那妳還不是這樣 妳活動都唱那幾些歌 對不對 是不是 她回嗆我